欢迎收听《老纳要还俗》 作者伊梦黄梁 播讲《欢迎空》 第277章 想吃肉 对于这种教育方式啊 方正既赞成也不赞成 完全不管的结果就是方正野了那么多年 长大了还在满嘴抛火车骂脏话 虽然也悟到了一些人生哲理 做人的道理 但是他终究是一个没受过高等教育的普通孩子 一纸禅师做再多 指望他自己领悟 那能领悟多少啊 至于赞成 则是因为一纸禅师给了他一个快乐的童年 而且一直本心不变 他还是他 依然是那个方正 就算系统突然间出现 给他一些枷锁 不过他也很快变得无痛不痒了 就是无关痛痒 不能骂人吗 方正虽然偶尔还会爆发一下 但是不骂人似乎并不影响他的生活呀 至于在人前保持大师风范 这对于方正来说 也已经是必修课了 不管怎么样 装成一个好大师 多多积攒功德 争取早日还俗 想想自己 再想想红孩儿 方正越发肯定自己的教学方向了 现在的红孩儿比当初的他还生猛呢 所以必须适当的敲打 并且强制性压制他一言不合就杀人的念头 然后再逐步的引导 感化 剩下的就看到自己的悟性了 能悟到几分 早悟到早解脱 晚悟到 就在这儿给方正养老送终吧 说实话 方正对于这个凶悍的红孩儿 真的没有多大把握 能够感化他 中午饭 就是中午的饭 红孩儿根本就不吃 就坐在那儿发呆 景欣啊 怎么不吃饭 方正问 红孩儿撑着下巴 一脸嫌弃的 看着前方道 吃够了 虽然不吐了 但是 看着他们没兴趣 真搞不懂你们 每天吃这些 难道吃不腻吗 这些白米饭 来采叶子 哪有肉好吃啊 师父 我见临山的僧人 能吃肉啊 怎么到你这儿 还不能吃肉了 你是不是也被那老妖 方正说 嗯 红孩儿马上改口道 是不是被菩萨给忽悠了 独狼一听 也偷偷地看向方正 精米虽然好吃 但是独狼终究他是狼啊 对肉还是有那么点想法的 方正知道 独狼肯定早就想过这个问题 只是他不敢问而已 既然今天红孩儿将话题扯了上来 他也不介意说说 方正放下了筷子 坐直了身子道 你们可知道 为什么僧人不吃肉 红孩儿良言一番道 知道的话 那还用问你 方正也不搭理他 而是看着独狼 猴子 松鼠 这三个小家伙 也是果断嚼头 方正这才继续道 佛经 戒律广本写得很明白 对 佛教没有吃素的规定 佛家仅止吃的是荤 这个荤呢 不是我们现在的概念 指的 鸡鸭鱼肉鱼类的动物食品 我们现在讲的荤是 佛教叫做兴 兴是哪个兴啊 就是兴味的兴 而不是叫荤 佛经里的荤子不要读成熏 熏的意思是指味儿熏人的蔬菜 荤乃是蔬菜之臭者 返网经讲的更具体 若佛子不得食五心 大蒜 葱 雌 蓝葱 杏菊 是五心 荤就是五种蔬菜 注意啊 这里是最五心 也不是指着什么五种蔬菜 而是泛指所有的辛辣的蔬菜 因此只要是辛辣刺激的蔬菜 都是不能吃的 荤字从草字头 而不从肉旁 说明荤的原始意义 是植物而非动物 所以早先的和尚 是允许吃肉的 但是总有例外吗 到了一千四百多年以前 南朝的梁武帝 萧衍这里就发生了变化 萧衍本身就是一个佛教信徒 他信佛信到什么程度呢 就是为了出家 可以说是绞尽了脑汁 天下可以不要 后宫家里也可以不要 只要能出家 怎样都行 甚至自称三宝奴 更过分的是 他为了能够安心当和尚 直接将自己 舍给了寺院 也就是当时的佟太寺 奈何那个时代 主管天下的只有皇帝 也没有一个父皇帝 可以在正皇帝念经的时候 管理朝政 一时间呢 整个国家都乱了套了 大臣们也是无奈 大会小会开了巫术 不管这皇帝怎么任性 这个国家你还得管呢 于是大家思来想去 想去思来 最后只想出了一个办法 给皇帝赎身吧 于是 这些大臣呢 拿着钱送到了佟太寺 又硬生生的 将皇帝硝烟给赎了回来 然而这皇帝也是个奇葩呀 你赎我 那我再把自己舍了 大臣们也跟他干上了 你舍我就赎 反正钱是国家的 这么一来二往 倒是便宜了佟太寺 佟太寺 见这样也不是个办法呀 当今皇帝信佛 这要是换个皇帝 看他不爽 看他有钱 没准就拿他开刀了 奈何 硝烟一心想当和尚 谁都没办法 如此可见 这硝烟是有多么痴迷佛法了 后来他看到书中有锦杀一说 他就琢磨呀 锦杀生 光锦你杀还不行啊 没有买卖 那就没有杀害 没人吃 谁还杀呀 于是 他就颁布了锦令 说 禁止天下僧人吃肉 同时将这个规定 上升到天地神明祖宗 都要享受和尚待遇 也就是说 以后祭祀天地啊 神明啊 祖宗啊 都不能用三生猪头了 一律改成面粉做的猪头 还有猪肉 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 有了僧人不吃肉的规定 不过南朝毕竟就那么几年嘛 而且也没有统一过全国 影响力远远达不到影响后世的程度 不过后来 纠摩罗神翻译佛经时 将不吃肉加入了菩萨戒中 而原本的菩萨戒早就失传了 后人看到菩萨戒都是 纠摩罗时翻译的 所以看到的自然也就戒吃肉了 但这只是一个提倡 不是强行规定的 毕竟纠摩罗时也是娶了他的表妹为妻呢 但是这却是扩大宣传的开始 并且影响非常广 和尚不能吃肉成为了强行规定 是在唐朝禅宗大圣 禅宗百丈清规中明确规定 和尚不能吃肉 不过刚开始的时候 只针对五僧 后来对所有僧人都有了要求 就算如此 和尚可不可以吃肉 也是根据不同情况的 分别对待 不能一改而论 佛教分为大成和小成 大成一心度人呢 以自度为度人手段 所以什么肉都不能吃 也就是消炎那套理论 没有吃那就没有杀 小成但求自度 不求度人 允许吃三种净肉 三净肉为 我一眼不见其杀者 二文不为我杀者 三无为我而杀之凝者 对于比丘患病者 即生了病的和尚 实行人道主义政策 特殊照顾 什么肉都可以吃 如今天竺 斯里卡等国家的僧人 华夏的蒙 藏 还有泰 等少数的僧人 都允许吃肉 师父 我明白了 我们是大成佛教 对不对 我们要度人 所以不能吃肉 松鼠第一个举起来 小小爪子 叫道 本集播讲完毕